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話直說一分鐘 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搭73週年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上發表致詞 李家超在講話之中 細數近年來國家綜合實力的騰飛 以及經濟總量的巨大突破 並指出正是祖國這個強大後盾 以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是確保了香港如今的繁榮穩定 回顧過去兩年 無論是國安法還是新選制帶來的正稱人禍 或是在第五波疫情 中央帶給香港社會的無私支持 都體現出一國兩制的制度優越性 以及國家鴻厚物資儲備帶給香港的諸多利好 政治層面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 推動選舉制度改革 為香港清除困擾多年的政治毒瘤 在短時間穩定局勢 民生層面 在全球疫情交注 供應鏈受挫的大環境下 中央從海陸多個渠道 為香港提供醫療資源及生活必需品 協助香港控制著疫情並穩定物價 確保民生穩定和樹立抗疫信心 可以說國家對於香港的關切和扶持是全方位的 是從特區政府到普通市民都可以親身體會到的珍切關心 今天起 香港進入了今年最後一個季度 隨著社會有罪的邁向伏償 香港亦將會迎來多項國際盛事 香港應該進從七一講話所指明的發展方向 結合李家超今天所列舉的具體優勢 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在穩固舊有優勢的基礎上發展新的驅毀優勢 並繼續推進國安建設和完善防疫工作 真正實現為國而慶 亦要為國而強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